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 我在上一集节目里介绍了现今发现的最早的脊椎动物化石 中国的风骄昆明鱼 有很多朋友留言表示不相信 说人怎么可能是鱼变的呢 事实上 根据1991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 全球有55%的科学家相信进化论 但是也有多达40%的科学家不相信进化论 这说明不相信进化论的人也是很多的 2006年 全世界超过500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声明 表示他们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严重怀疑 他们创办了一个网站 希望收集质疑进化论的科学家的签名 我把这个网站的网址放在右上角上 如果大家感兴趣 也可以去浏览一下 截止到2021年 有超过1000名科学家 在网站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这些科学家都认为进化论是错的 那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样产生的呢 或者我们再问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生物学家达尔文对他的著作《物种起源》 进行了第六次修订 在这一版的第十章里 达尔文写过这样一段话 复杂动物在最下化石岩层中突然出现 目前对于这种情形还无法加以警示 这是对进化论的巨大挑战 所谓进化就是生命从无到有 生命形式从简单到复杂 有一个进化的过程 如果看不到进化过程 生命突然就出现在地球上了 进化论就没有意义了 达尔文的这段话 在今天被科学家称为寒雾剂爆发之谜 时间来到1909年的8月30日 美国古生物学家查尔斯·沃尔科特 来到加拿大洛基山脉的伯基斯山口考察 有一个传说 说正好有一堆脱落的岩石打住了道路 沃尔科特只能下马步行 这时他发现岩石里有一块小小的动物化石 那是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沃尔科特是当时补生物学界的权威 他一看就知道 这块化石的科学意义太重要了 于是他炸开了岩层 一个巨大的动物化石坟场 出现在世人的眼前 这就是后来震惊学界的伯基斯叶岩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 沃尔科特总共收集了6万5千件动物化石 这些都是距今5亿多年前的寒武器生物化石 但是研究人员越研究越迷惑 因为这些化石太奇怪了 他们似乎与达尔文的进化论是矛盾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要先看这张图 这是理解达尔文理论的最有名的一张图 叫做进化树 根据达尔文的说法 物种的进化就像这棵树 它是从最底层最简单的生物开始进化 最终进化出今天地球上多种多样的 丰富无比的动植物 但是伯基斯叶岩里的化石 完全没有这棵树的样子 就像是横着被切了一刀 底下没有树干 因为直到今天 人们都找不到这些化石的任何祖先化石 它们就像是突然出现在地球上 而且一下子就大繁荣大发展 这个现象就被称为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之谜 大家在初中生物课就学过 给动物种类进行划分 分为门缸木科鼠种 门是最高的动物界生物分类的范畴 每个门之间差别巨大 门与门在体系结构 组织类型和躯体模式上都不一样 比如一些常见的门 像枪肠动物门 代表动物是珊瑚和水母 软体动物门代表动物就是鱿鱼和蜗牛 脊皮动物门代表动物是海星和海胆 节肢动物门代表动物是螃蟹和蜈蚣 脊索动物门代表动物就是人类 可见动物门和门之间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在寒武纪之前 古生物学家一共就发现了三个动物门 其中还有两个是不太确定的 唯一能确定的是一种多细胞动物 叫做海绵 海绵没头没尾 没有躯干和器官 是特别原始的一种动物 这说明在前寒武纪 动物的构造都非常简单 但是一进入寒武纪 不得了了 动物界一下子就涌现出了20个门 现今地球上共有34个动物门 这说明在寒武纪 最主要的动物门几乎都出现了 但是这些动物的祖先不知道在哪里 他们就像是从天而降的一样 如果我们给达尔文的进化论画一个图表 应该是最先产生了一个门 然后是两个门 四个门 八个门 曲线应该随着时间而平缓上升 这叫做自下而上的进化模式 但是如果给寒武纪生物画个图表 图表却是这样的 这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进化模式 而是非线性的 这显然和进化论的理论就不相符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没有发现寒武纪生物的祖先呢 直到今天科学家们也无法解释 所以在1995年 当中国云南成江的寒武纪化石群被大量发现和研究之后 当时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过一篇文章 叫做向进化论挑战的成江化石 中国的一些古生物学家也对进化论提出了质疑 为了简单起见 下面咱们就称这些质疑者为质疑派 质疑派认为 寒武纪生物大爆发不是自下而上的 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生命探索运动 什么叫自上而下呢 为了方便理解 他们使用汽车发明这件事来进行了一个类比 从1886年汽车诞生的那天开始 汽车的基本框架就是确定的 汽车通常有四个轮子 车身 一条主传动轴 发动机 方向盘 无论以后汽车怎么发展 都只是在细节上改进 最基本的设计从来没有变过 寒武纪的化石似乎也是这种模式 各动物门一开始就出现了 然后这些门才开始产生变化 出现了不同的钢木鼠种 寒武纪的动物一出道 就是一群非常复杂的动物 致一派认为 他们直接的跳过了简单动物的阶段 比如说 大多数的寒武纪生物都有眼睛 有一种生物叫奥帕滨海蟹 它不仅有眼睛 头部居然长了五只眼睛 没人能解释它的眼睛是怎么出现的 而且还是这样复杂 致一派认为 这些动物是设计出来的 而不是进化的 但是设计者并不知道哪些设计会成功 哪些设计会失败 所以也有失败的作品 比如说 在云南城江化石群里 就发现过一种特别奇怪的动物 中国古生物学家管它们叫古虫 这是一种单独的动物门 叫古虫动物门 这种动物门早就绝种了 致一派说 这就是一个失败的作品 致一派认为 寒武器生命大爆发 恰恰说明生命是被设计出来的 存在着一种更高级的智慧 他们先做了一个顶层设计 就像人类设计汽车一样 在最开始的时候 就把汽车的功能与作用都想好了 不论以后怎样发展 都不会脱离顶层设计最初的目的 与表达形式 时间来到2000年 分子生物学家 道格拉斯·埃克斯 在研究寒武器动物蛋白时 发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问题 为什么在寒武器初期 有功能的蛋白质爆发式的产生了呢 蛋白质是一切生物细胞组织的重要成分 每一个蛋白是由20种氨基酸 按不同的比例排列组合而成的 只有在非常微小的机会下 氨基酸的排列能够生成一个有功能的蛋白 蛋白质随机生成的概率小得超乎想象 埃克斯计算 这种比例大概是10的74次方之一 这是什么概念呢 银河系够大了吧 整个银河系里所有原子加起来 一共有10的65次方各 这个数值要远远的小于随机生成蛋白质的可能性 这就相当于将一个人的眼睛蒙起来 然后在银河系里寻找一个有记号的原子 所以埃克斯认为 生命绝对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通过自然进化而产生 通过以上的研究 智一派认为 韩武纪生命大爆发并非是进化而来的 生命是智能设计的 这个理论就叫做智能设计论 他们的观点一出现 就引来了轩然大步 反对的人是这样说的 智能设计论为什么不是科学 因为这个学说无法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无法用实验去检验 因为到目前为止 人类还无法创建一种自然界里根本不存在的动物 第二 没有可证美性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外星人 或者说更高级智能存在的证据 第三 自身无法产生预测和新的推论 举个例子 如果说地球上的生命是高等智慧创造的 那么高等智慧又是谁创造的呢 高等智慧上面还有没有更高等的智慧呢 那宇宙中是否存在着最高智慧呢 如果存在最高智慧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这就陷入一个同意表述的死循环 在很多科学家看来 同意这个理论等于就是放弃了对生命起源的探索 所以大多数科学家都不认同智能设计论 咱们还是在这里做个小调查 认同生命是由更高层级的智能创造的 请在留言和弹幕里打上111 同意进化论的请打上000 前面讲了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智能设计论 智能设论论最重要的就是两个观点 第一 寒武级生物大爆发是顶层设计的产物 第二 有功能的蛋白质无法随机产生 把这两点说完了 节目也就到了尾声了 但是在最后呢 还需要对进化论与智能设计论做出一个总结 大家到底是怎么看待进化论与智能设计论呢 主要有以下三个观点 第一 进化论仍然是目前主流的科学理论 近些年 除了通过化石研究 生物学家还在基因溯源的研究上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支持进化论的科学证据不是越来越少 而是越来越多了 但是不能否认 有关生物进化 特别是生命的诞生 仍然没有一个真正的结论 第二 虽然1991年盖洛普民调显示 40%的科学家不相信进化论 但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发展 不相信的人一直在减少 直到今天 支持进化论的科学家占了绝大多数 但是不能否认 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对进化论存在着质疑 这其中也有非常著名的科学家 最后一点 质疑并不是一件坏事 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 叫理不辩不明 没有谁是永远正确的 永远不出错的 只有通过科学的质疑 才能真正揭开层层迷雾 逼近万物的本质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 我们下期节目再聊